新人身穿重视礼服 脸上高挂笑容 走上红毯 包含场地布置 服装造型 甚至是满桌佳肴 饭店和婚纱 席品等不同业者合作 一条龙打理 要抢功 意后上机 主打的话 就是以米其妮的菜色为主 那还有一个新中式主题风格 那其实就是让消费者 能够在这个婚宴市场上面 多一种新的选择 下半年到明年的话 大概是可能会 顶着米其林二星光环 喜来灯大饭店 有中式婚礼服务 并提供果雕和冰雕 全场布置和桌树 也都能依照新人需求客制化 可以感受一下 整个会场的一个深度 婚宴商机成饭店业 兵家必争之地 台北军业酒店 专案提供全场宾客 纪念礼住宿寒早餐方案 及婚礼计划 目标带动2023年 全馆婚宴业绩 年成长30% 国泰万宜 汉文华东方酒店 除了研发新菜色 也打出全区客制化包厂 及水疗中心的软硬体服务 稀客上门 目前尚会有 因为新一波的疫情 有延后或者是取消状况 在防疫措施方面 依据新人的需求 我们会提供分菜的服务 设立隔板 或者是加大桌具的措施 那也会比照 当下的防疫措施建议 进行滚中式的调整 面对指挥中心市井 新一波BA.5疫情 业者表示 除了配合现行防疫指引 每一格间市内50人 市外100人上线 也禁止逐桌禁酒 未来将持续依照政府 规范防疫安全抢占 幸福商机 要祝福哦 进一新闻 曹一生魏林燕 采访报道